…… 你小医生不够前程 也要在今日保住经安司 这是为什么 保长安理你 你是第一天来抢安关抢吗 不不不 靖安寺乃太子 在圣人面前的头一份试采 礼币自然是图个办好 取悦太子 警察府给了消息 当年万年县县卫谭同寿 被张晓晴勾杀一案 领有引擎 解案卷宗只严两人因公事 生了嫌隙 但警察府还有一份密藏口供 是谭同寿从人自杀前算过 天保二年八月 熊火邦于安野方第六届 连续打杀百姓商人商铺五人 谭同寿待不良人赶赴现场 却是围观步步 并于解案书中言 是这些被杀者先动的手 张晓晴杀了熊火邦三十四人以后 谭同寿才责称张晓晴手下不良人 抓捕张晓晴也未曾反抗 后来谭同寿独自身闻张晓晴时 不知两人说了什么 突然就被张晓晴勾杀了 安野方第六届 安野方第六届 公布后来在此处建成了小波律师馆 就是什么人要犹下 庄晴可确确 静照府密信 你又是如何查出的 三女查完得知 三女 自然还算可用 张晓晴是如何 被金文思选中的 称大胆读书 大胆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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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从平康芳到此处 苗公走了半个时辰 去哪儿了 金照佛 我就想不明白张晓晶 他亲手插了自己的暗装 又自断一致赔罪 自断一致 对 难道他只是为了给金斯长安 你又不能给他什么好处 他凭什么如此暴命 不合情理 他的注册经历我看了 杀三十四人的一段说得模糊 我去到金照佛找朋友聊了聊 张晓晶能一举击杀 凶火帮三十四人 原是为了复仇 凶火帮结伙 骗几个百姓到茶楼会谈 待人家一进门 就诸一家人辞死 死者其中一人 证习不良人 常见张晓晶出入此人家中 似乎两下交好 此人名叫文武警 你也查到了 此次查案 张晓晶如此薄命 是不是 并有所图 张晓晶的出色经历 为何对其罪友语言不详 这些年 我当卷宗暗读 大不如从前 都记得术后草帅 语言不详 死成不是不知道 那徐主持怎么知道 张晓晶符合我的要求 不是师母知道 是大安多数知道 不能再等了 我们必须现在出发 我是官府的人 我有内情啊 交货的城市 别想拖延时间 马本 动手 好 一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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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下 法格 你中了长安人的诡计 你是傻子吗 你抖了女儿 只想着她将来过好日子 法格 我要扶我解释你行行 我们还没有 我们要继续活 啊 我的眼睛挖住了 白色和女儿住在这边 早不然 我们都想过你 我们想护着 仅有一个像一个眼睛女儿 你 你说你能给我们什么 我只要比 长安于途 我画得出 击花生 击花生 我们有公屋 要不要败一点 这是宋人的事 大大的公务也得等 击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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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别粗手粗酒的 王将军的女儿可是王的龟客 你 我认识你了 你也是被太阳进来的吗 话 长安于途 你 你阿爷要是在三港河见到你 我会很高兴吧 不要长安全途 只要一处 只要我们攻击此处 长安就怕了 还要让我们全身而退 那你们要哪儿呢 你觉得哪儿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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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什么 张晓静 张晓静 你叛逃 五直福色 当过兵 我阿爷说过 大唐军事敌人面前 命死不败 你阿爷 只是看过敌人从前面冲过来 被人背后捅刀子的滋味 他还没尝过呢 我阿爷说过 很多时候别人怎么做他管不了 他只能先管好自己 这话 有人也总说 先别管别人了 咱先办好咱自己的事 这原理这啥事儿造呢 咋了 援军不斗 还不当大唐的兵了 我们坐那边去 此时要是我还回不来 以后你得去长安啊 我女儿有你负责 你干吗 还要去打吧 都等着吃肉过灯节呢 南边也有贼人 当时派雄仆的时候 要知道南边有贼人 打死我也不成能 现在没辙了 说都说了 我得去办 那一起 你负责尾浪 我补浪 你就算了吧 你们这样的奴手 一千多个兵里选一个 金贵的 我正是帮你打量的 你就守在这儿 如果敌军趁天黑爬上来 你替我多杀他一半 放心吧 我老了 特怕死 没事吧 来 帮我卸架 看看看看 我上架子没危险 上架子没危险 我也有着急 我上架子没了 我上架子 不过来 我上架子 我下架子 有两个人 是 我下架子 你 我下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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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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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啊 还行 还行 这辈子你就是个老瘸子吧 你个小偷才子 走吧 师兄妹们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兄弟们等他回头 就过钱了 没钻儿 节礼俗气 让人想活着 心里都有劲 我就没吃肉了 温泽 上天安客 来来来来 给我来一碗 鸡干的吃过了 我要替他 让他睡会儿 居居然还不干呢 哎呀 瞧瞧瞧瞧 这碗给你 给我留的全是好肉啊 慢点啊 有你们在 我再挨一箭都值了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我有一种预感 等咱打完了仗 后半辈子全是福报 等我回了长安 把乡户都恢复了 大伙都到我那儿住啊 咱兄弟天天见面 好 这人死在长安了 你这是给他们画的何处 大唐如今 对位高权重者是谁啊 又香 快点换 张晓静 长安人 自幼顽劣 自称游侠儿 仗剑四方游走 就历十三年 成为大唐第一批募兵 先在信安王府中 后被调往安息都护府 驻守博欢城 就历二十三年 于封碎堡之役后 被调回长安 任长安万年县不良帅 久历二十三年 封碎堡 就是又香 刚领兵部尚书的那一年 当年安息的护府领军的是盖家运 封碎堡战役 盖家运久未增援 已至折损第三十三折冲府 第八团二百一十一人 只活下来求人 张晓静就是求人之一 事后盖家运曾四处散步 说是兵部 当时迟迟不准大军出动 张晓静 从塞外回来之后 不良帅做得如何 张晓静来长安九年 未有家事 未有私宅 常驻万年县公邪 据说因鸡贼捕道 狠辣无情得罪者中 又因手下豢养大批暗状 秘密甚多 怕带累家人 唯一私下往来者 就是于安叶芳拆践身亡的文无忌 文无忌 也是封碎堡战役后 幸存的求人之一 有意思 有意思 如此算来 林某 还算是他的仇人 阿朗无需多虑 张晓静一人而已 他和阿朗怎么不了 何况 永王得知他今日出了死牢 以命令熊火光出面为难 永王为何出手啊 还不是安叶芳拆见的事吗 张晓静杀了谭同寿之后 消失了两个时辰 才自行到查安县自身 这两个时辰 他去了哪儿暗渡上定位积赛 据积分差值 他是趁永王打马球之际 掳走了永王 后 永王对外成病越狱 未曾有名 怪不得毕师见到永王 怪不得毕师见到永王 他头面有伤啊 四方 告诉甘寿城 今夜 送我去公宴的 六宵位 元树 增牌一杯 收 金桓司 军队办案之遥 其用对我和永王心怀不满者 而且 还是个难以管控的死求 太子心机 甚不可测 空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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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水 白日河多短暂 怀念不已短 苍穹好好 万劫茫茫海潮 把孤春两冰 一白银成霜 不若天空千余女 大笑已尽长 五月飞天飞天蓝流浓 归车刮浮草 北斗斟斟斟灼梅酒 全龙银银香 不愧非所愿 与人烛烟光 不愧非所愿 白日河多短暂 不愧非所愿 百年无遗忘 百年无遗忘 苍穹好好 万劫茫茫开场 马骨炽两滴 一白银成霜 不若天宫剑云 大宵一千长 无欲满流浪 为车发护藏 没头脚而没头 全龙一笔伤 不愧非所愿 与人抚烟光 不愧非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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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人有救 这样就会不会有问题 就要问他了 公子很心虚别 就是这一点 让我觉得很古怪 谭琪 你是怎么觉得 和一个人很投缘的 他所做的选择 我觉得都对了 都喜欢 那他要是知道你喜欢什么 刻意讨你喜欢 可 那要看目的 目的 要这个女人做志 再加上有没有五十个好手 今天要是再抓不住张小青的话 熊虎方的脸可就彻底掉在地上 剪不起来了 在长安 没有脸 还做什么人 致敌要坚持 我弄死了张小青 我军前一个个都别想过钱了 什么 冯大龙要张小青 是要给他的主人送劫里 活着的才能心里学耻 这你们都不懂 我是说 我根本没本事活着张小青 可行 你本事还敢要你 住嘴 你们几个 带着这个女人 大大方方地从前门进 不管今天宅子里发生什么情况 一定要捉住张小青 走 是 再来 这女人带走 他们不是冠军 看传者不是长安的人 放开我 是 是来杀你的 不是来帮你抓人的 听伟你是毒狼 你只不过就是一条狗屋 大家彼死彼死 谁转 Santi 快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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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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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总 叫我先防守医护 撤吧 那个你们都赢丢了 这儿招手回去 从包住飞霸了 我们都别做过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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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这个女人换起来 叫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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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忠实 我们初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 天堡 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晨 大约是卯十二克 于曲江池边 彼时司成正在例行拜会合间 徐忠实家住安夜坊 为何一大早跨树房去曲江池 徐某当时说了 安夜坊可尘独之处彼时正大兴土木 索性就走远些 司成以为徐某是故意去到那里 结识司成 有唐一代 才子皆忙着干夜败回权贵 生怕才华不得显扬 是徐柱是这样有才华的人 却不肯高升 实在有悲偿力 那徐某接近司成有何好处呢 司成彼时只是一个代赵汉类 义无品鉴 散仙一般的人物 且徐滨在户部 是从八品下 凭调入金安司 还是个从八品下 徐某做不了官 左官需要和人打交道 久了 便会和司成一样 谁都不敢信 徐某知道司成为难 可是张都尉 已经查到了狼尉确切的据点 只要翠李帅待人赶到 一举将他们拿下 那司成的事情 就算做好了 什么 我都收了你们 你们张晓晋到底什么关系 你们张晓晋 你赶紧给我松开啊 我告诉你们人 我当然为了对大台的事很重要 我阿姨现在正在西域作战呢 我不能为人挟持你这日的 那可不是以后的事 长安不一定过得了净天 什么意思啊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要救我恩公活命 他活不了 他方才已经画了右相府的防御图给狼卫 他已经叛逃了 他如果不是一心给大唐办事 怎么会把自己陷到这儿来 画个相府图就叫叛逃了 大将军之女 你可真有眼光啊 他张晓晋今天就算能活着出去 也逼不够通敌的逆罪 放开 你快上路方国 抓住他们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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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狼我 一个活口都不良 快去 爹下 有差的命令还没到 我们死了也没功劳 放开 有差的任务 还需要有人去完成 走 走 走啊 走 走 我害得这么多兄弟 该听你的早点杀了能跳野狗 我害得这么多兄弟 是哪只狗奴杀了推六郎 快走 你先走 回家乡 你的女儿才刚七岁 靠她自己是活不成的 快走 那条长安狗的舌头是我拔出来了 那你知道方才为什么没射死你 因为你跟你阿兄一样没用 我要把你做成肉泥 回家乡 回家乡 走 走 走 左舰三八道五从哪儿过来 那东方赶着什么时候进来贼人 三舰小舰周到此一人能 全部要一个贼人破破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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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明信 姑娘今日为大唐捐薰 推起私婚为姑娘请家奖令 她是王中四的女儿 你想在大唐建功立业 我弄死她 你这辈子无望 推 推子放下 你不信她是王严肖 我也不信 不如弄死了试试看 看你能倒多大美 把放下来 我放 用绳子把自己捆起来 捆进去 两害相权 今日你放走我们 你的罪责还算轻一点 回去 这小舰在哪儿 妈妈在我口 你放我 放我 你放我 你如果说出来我不是王严肖 你就完了 那你永远也别想知道张小金的下落 使用给我 快走 快上来 快上来 你在陈州还有多少同党 就算只剩我们两个人 今日长安也别想好过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了 这里是长安县 又不是你的万年县 况且熊火帮背后 还有公布主事成廟 我阿爷自会去问庆主根由 替大家说何就行吗 替大家说何就行吗 谁的 我进来 我还得麻烦你一件事 替我照顾好个人 永火棒那帮人在哪儿呢 丫头 以后你要是不开心的 就让小静 给你到长安城堂上 文队 可太 也 赔不了你 文队 文队 文队站直了文队 站直了文队 文队 文队 来 你先出去 文队 我根本不想看长空灵台 我只想看长空灵台 我睡多久了 养分不到了 医官尚未感到 衣服都换好了 君子内政其心 外修其容 你现在是检验词都尉 形怀上均位不可败 欣欣把庇护给我拿来 我是你门币吗 你也骑我师奴隶 你有个本事知道吗 知道 最后人 你跟别人不一样 总觉得长安这百万人口里 再也找不到第二个 像你一样的姑娘 怎么 那请我给你做事啊 你必须没看护好你 让你低调问你自己 那今天办完事我替你揍他 你敢 你都把我看了 我得对你负责任的 灯兔子 你手怎么伤的 大老爷跑来 就问一个灯兔子 手怎么伤的 我是奉公子令 确认狼手曹文言是否复发 抓着一个吗 还没见到尸首 手搭着 刺激 你怎么回事 我给你帮你帮忙 你帮忙 那些东西 他都想要吃 他都想要吃 他就想要吃 他就想要吃 他就好 …" 齐ORD pak 喂出七口 好 缺德婚多會如期將 我合眼 給我藥上 董董快 连纽聂 你是个赏金猎人 最贵的赏金猎人 没有我 再拿一张 借你的活计 还要搭给你 倒送一个钱 不愿意啊 你救过我命 报恩而已 约好了 十个钱 每帮你办一件事 去一钱 苏记十几条人命 一个钱 不愿意 好 狼卫被全灭 该高兴 还在等谈结核查 并非这种消息 忘罗方才全程传了大劫 别人看在眼里 就是这种消息 我刚才从太比处回来 太子游领给你 太子说 令李璧关闭靖安寺 停止追查 即可准备随我 登花鳄相会罗 今夜宫宴之前 有要事生意 还不能关 狼卫是否还有余党 尚不清楚 你查不了 为何 太子听门捷报 已经倾书成章 就由郭丽氏将军奏报圣人 消息上我一起走 但有错 便是欺君啊 你不查就不是 继继续查 就是 若上有狼卫逃脱 继续被害长安呢 狼卫大不美丽 还有什么可担忧的 太子急着结束此事 是顾念长安的未来 你要清楚 什么是大事 什么是小事 去另一条家 散把归家吧 威逼 太子在等你 才能怎么弹起 高七尺一吋 高七尺二吋 不对 物诚过所记载 两手曹补颜高七尺九寸 再查 是 还要你来何事 自身是不幸醉心 崔李帅多心了 上报捉廊大劫 还需多方核查才好 若有错漏 便可能被人指摘欺君之罪 把所有尸体给我抬出来 快 是 凶火棒失手了 张晓星还活着 据传 静安寺吕奔军也全歼狼卫 太子一请郭丽氏上奏圣人 捉狼攻城 若太子趁静安寺有功 今晚于圣人面前 列举不利于右相官生之事 就不妙 太子趁静安寺有功 太子趁静安寺有功 年轻人总是不懂得一个道理 话不是说出来就有用的 要看听话的人 愿不愿意听 目前太子那边 能在圣人面前说话有用的 只有和奸了 他已经回家养病了吧 今晨 太子已经密会过郭丽氏 为什么不找出 宫里都是郭丽氏的人 话传不出来 圣人一刻之后 与阳太正共进茶店 特意叫了郭丽氏伺候 若 郭丽氏陈太子有功 对圣人禁言 不利于右相 怎么办 只有一刻了 方才三女给了一个消息 说张晓静一个时辰前 在平坑方案城查案的时候 杀死了一名安庄 超有用的说 这名安庄曾经秘密查过一个案子 涉及郭丽氏一架乱针 厮受宫中禁闭 有证据吗 安庄死了 是否是郭丽氏所为 并无证据 金契义的埋藏地点 也无人之心 你做事情还是不懂规矩 没有想好解决的办法 应该来报 你 你马上到宫里去 派人把颜太子所用的茶具都换了 是 换些残缺破损的 就说 今日宫中大谱 用量甚多 库存已经没有了 你 细微之处 方险功夫啊 快快去吧 热 李师承 我等三日未曾归嫁了 若是郎位已灭 若是郎位已灭 司承是否 能回家 能放我等 早些散办 家里人 都想去看看今年 星庆宫的大仙灯的 再晚可就封路了 那你如何决定 郎位只有修正房 这一处藏身之地 若城中还有其他地方 怎么办 诸位暂写吴东 等谈其消息 热 第四十七具郎位失守 还有女人失找 尚未发现 人家里曾关着女人 哪儿呢 熊火帮参与逃走之时 夹带有一名女子 因熊火帮并非之一对象 郭伟参查明 熊火帮从前面走到 后面这就查查 此时身七尺五寸 说了七尺九寸 还有吗 一世狼卫者接待迟了 障缘内 还有些熊火帮帮政失守 傅浪只多户籍不详 如热查验 续体假意失忍 未见狼手曹霍言失守 崔吕帅便报大捷 失查还是瞒报 还轮不到你去摘我 我让报的 便要计划 逃了几个 是我瞒报邀功 失职放走的人 我得知道放走几个呀 你只管推给我 我同你无慎交情 不领此情 我们不一样 进士之后你对大唐有用 逃了几个 两个狼尾 有曹可言 有 还有一个女人 王东死的女儿 王英雄 也被曹可言带走了 你怎么知道 那个女人是很重要的 曹可言说她是 还有未曾否认 那你的部下说 熊火帮走的时候 也卢主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又是谁 如明者 今儿管不得 只要是人命就跟你有关系 一分三六九等 你是大唐的兵 是我贪心了 我想亲手为我阿雄报仇 但王中死的女儿 被狼尾掳走了 若是他们向协日将军 赢一下西域战士 那 我们去柄 去柄 大唐罪人 那个女子 红帽 穿着 有什么特别之处的吗 有什么特别之处 她带的跟 是卢箭头改造的 并是西域作上 惯用的箭头 所以我记得清楚 我 这 我 就是王院计划 没有办法 那不能走个消息 朝廷知道了 历史要吓王娘争塞外带兵之拳 死丫头 何事 来 这个我备好吧 你竟然替随其遮掩图什么 案子总得办吧 李毕也要用人 况且 我还有私心 你倒是不会言 用王认识吗 认识 想你也认识 勇王自幼师母 是太子一手带大 与我家公子自幼相交往来密切 故此我认识 不用解释 我没问 帮我给勇王带个话 告诉他 放了我张晓静的人 一个字里查 就这样 就这样 什么你都问 他懂 叫代识 是 瑞蓉 客医 安替这回事 开春赛 离王此时应该在竞工坊的嘛球场 跟奸森酥 befest 我要去童我们家公子复命 时间上 来不及 来得及 你能办到我知道 你的人叫文冉吧 你逼个小狐狸啊 到底查我底线 文冉是个二十岁的年轻女子 家中开香铺 名为文剂香铺 对吧 吃醋了 你心里是不是真喜欢我 两手曹瑞还在逃 张多远竟然想着办自己的私事 你不说邓主子了 让你办的是正事 千万不要沾水啊 我刚才应该让医官 再给你仔细清理一下 这样发力也能不能正着手 正着手得要不得了 跟李毕说 用我就信我 给阳王的话务必带到 对大唐有用 你若是真的关心文冉 最好自己许同公子名言 文冉 近日行空可疑 身设朝廷大 他可能知道一些私情 有些人是不会放过他的 你要是能见到文冉 一定要告诉他 对他而言 近日最安全的地方 是建安司的 走 什么案子 我已经说得太多了 驾 不过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